萱萱 你快起床 还有十分钟就上课了 哎 富贵 你怎么不早叫我呀 好了 你八百遍了 每次都说再睡一会儿 哎 富贵 你最好了 你帮我点个道吧 可是我跟你不是一节课 你就先帮我点到 再上你的课吗 求求你了 富贵 你最好了 这节课 带你一节课 我就挂课了 行了 我跟你一节课 我帮你 还是张静你好 哎 张静 你帮我把书也带过去吧 哎 你没长手啊 我也是为了你好嘛 要是被老师发现了 你就可以说我去厕所了 别想着不来啊 小心我告发你 哎萱萱 白杨叫我去打篮球 你帮我把书带回宿舍吧 哎 可是我要去试堂 我也不会去宿舍哎 就不能指望你 哎 张静 拜托你了 哎哟 哎 哎 正好 薛 你帮我拿着桌子上充电器啊 在桌上吗 我没有看到哎 哎 副官 你帮我泡个泡面吧 哦 好 手不要可以捐给需要的人 泡好了 你下来吃吧 那你端给我吧 你怎么端的呀 你没事吧 我烫到了 副官套得更多好吗 真是好心美好棒 我也要 你屁股黏在床上了 自己下来拿 小头 我帮你洗干净 要干洗不能过水 你那天端旁边弄到了小头的衣服 你得负责任吧 那我洗吧 辛苦你了 这衣服怎么回事啊 哦 萱萱说 衣服是我弄脏的 哎 副官 我跟你说了 这衣服要干洗 你怎么能水洗呢 哎 我 哎 就几十块钱干洗 我又不会不给你钱 再说了 你闭嘴 不过你说 萱萱根本没有跟我说过衣服要干洗 还说衣服是我弄脏的 你该不会觉得 我会把责任归到富贵头上吧 本来都不是我弄坏的呀 本来花几十块钱干洗就可以 你偏偏要作妖 给你打个折吧 三千二 钱赔给我 衣服给你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 没钱啊 喂 喂 我还有两个快递在南门 你去拿一下 凭什么呀 可是你自己答应小童要帮大家一个月忙来抵债的 知道了 呦 干嘛 还有啊 南门奶茶店买三门奶茶 半糖去冰加珍多 再去食堂打三门米线 一份不要冲 一份不要辣 一份不要香菜 啊 我初年新闻你咋不见了 我才买的原装啊 昨天好像就萱萱找你借了 哦 对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这个时候忘记还了 不找你就不支撑 你咋那么会藏呢 哎 这根不是我的 我那根是新的 可是我拿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呀 那把你的那根给我看看 给就给 我跟你说 我上面一直有着X的标记 你别冤枉我 你 刚刚张念好像没有说过他的话了 全真 还你 哎 哎 小童你又买新包包了呀 嗯 挺好看的 在哪买的呀 贵不贵呀 别人送的不太清楚 我现在就这么说嘛 还别人买的 人好了不起 妈 小童有这个包 我也要 这样这样 充电器再借我一下呗 不借 哎呀我下次请你吃东西你就再借我一下嘛 咋的我傻呀 你可着我骗 哪有 那我收到做到了吧 你借我一下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给啊 哎 不管 你也让尝尝 难得占了他萱萱的便宜 张念好了没 哎 你再等我会儿 哎 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啊 我和张念好像吃坏东西了 拉了一下我 拉了一下我 怎么了 我都拉虚脱了 还扔什么垃圾啊 赶紧的扶人去医院 我送他们去医院 一会儿阿姨查醒的时候 你解释一下 嗯 哇 累死 反正你包那么多 我换一个也不会发现的吧 啊 你们没事吧 别提了 疏医晚上夜 我人没了 谢谢同情 我饿死了 乖 以后吃东西注意点 狗叔 我这两年吃的都是什么 好 对啊 我们也没吃啥垃圾食品啊 你们都累一晚上了 今天垃圾就我来到吧 哟 萱萱今天转庆了 哎 小童 快拦住她 这些都是过期的 萱萱 我说你怎么主动倒垃圾 合着是销毁证据 哎 你们可别什么都怪我 我怎么知道她过期了呀 哎 你干嘛啊 你干嘛偷包啊 不是图书馆没有位置了 麻烦你包腾一个位置呀 你知道这包多贵吗 随便乱碰 假的还当个宝贝 你乱说什么呀 不知道别乱说 图书馆禁止喧哗不知道吗 不看书出去 喂 哎 萱萱 您的朋友圈什么情况 怎么跟我给你买的都不一样啊 假包变真包 当然不一样了 什么真包假包 我给你买的就是真包 行了 别嘴硬了 我还不知道你啊 反正现在是真包就行了 哎呀 那是我在专柜 你还有脸回啦 你是不是有度议的联系方式 你找学长干嘛呀 他送我了个包 我本来以为是假的 结果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我还给他 怎么可能是真的呀 谁知道呢 逛街的时候专柜说是真的 这个是你的 那个是我的啊 解释一下 那天你送张宁和副国去医院的晚上 我给换了 就你会偷偷摸摸 这只有你知道 又没人能证明 真的是我的呀 是我妈给我买的 她说她在专柜买的呢 不信 喂妈 那个包是你在专柜买的吧 哎呀 你咋还不信呢 你们送了那个小偷那么的包 我寻死我女儿也不能说给她呀 妈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给我机会说了妈 行了别弄坏了啊 我打麻将了 这才信了吧 还你也可以 但是张金河副国挂水的五百五 得你出 哎 是他们自己吃坏肚子的 关我什么事啊 那不还了 啊 给还不行吗 收到了 还你 小偷 还是你有办法 对 真的让这铁工技拔毛了 哎 你们什么意思啊 真包还是假包 还要我去专柜做鉴定呢 你们何计我来骗啊 骗你啊 我要真骗你就不把真包还你了 女生宿舍的借用一下 哎富冠 你只借我一下啊 哦 好 你用 富冠 到点了 咱们去食堂吃饭吧 嗯 好 哎富冠 你饭盒借我用下包我打个饭呗 大姐 你洗手的时候没看水吃啊 她的饭盒三天前就借给你了 都长屈了 你还不起 非得我洗吗 你再不洗我拿饭盒扣你床上去 哎 都洗都洗 感情不是你的纸 你随便用是吧 借用一下 我又不是不还 那 还你了 记得带饭哦 学校啊 学校啊 那是小彤的面膜 我先借用一片 我又不是没有 就是在柜子里不好拿嘛 我现在还了 挺不空的呀 你干嘛呢 哎呀 小彤 你的护肤名都没了 得补货了 不然皮肤会变差的 我可以去做光子嫩肤 比护肤比笑我更好 就不劳你费心了 小彤 我今天要去参加水中会的一个面试 你能帮我画个妆吗 可以啊 不过你最近气色有点差 嗯 是小彤 你皮肤太好了 我比不上 哎呀 人家那都是做美肤项目 花了很多钱保养出来的 富贵你羡慕不来的 富贵别听她瞎说 搞得真阴阳怪气 富贵我先帮你吹头发 哎 不好意思啊小彤 我上次借了货环了 专挑贵的借 哎 张靖 我的电脑坏了 但是有个作业着急发 你再借了一下吧 这桌子上你自己拿吧 靖哥靖哥上前吃鸡 哎 轩轩你电脑还我吧 白颜还用上前吃鸡 哦 发是发出去了 但是在等修改呢 炎轩轩轩啊 电脑还我 我也要写作业了 你用我的电脑看视频 还我啊 可是我还在等修改啊 真的很着急啊 不还是吧 哎 你拿我手机干嘛 我轩轩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强盪 要么你现在把电脑还我 要么手机抵电脑我也不亏 你怎么这样啊 不还我继续吧 还你就是了 你这破电脑是个稀罕呀 有毛病吗